各位觀眾大家好 相信最近大家都看到 我戴衛sir會很嚴格遵守youtube的社群規範 因為我首先聲明 我的平台是一個正常人的知識頻道 最近發生很多事 我看到有某些人士 在無形某些網友的名字和頭像搞事 這件事我必須要處理 我不處理就真的對不起大家 所以我也會非常嚴肅地處理這件事 根據我和某些網友聯絡之後 得息他們並沒有在我的頻道 無論是直播留言區也好 散播一些仇恨的言論 或者不當的言論 甚至散播一些不實的訊息 這些他們是沒有做的 他們紛紛和我表示 喂大衛sir 那個人不是我 但是我發現了近幾個月來 無論在華記 馬慈 高sir 他們的頻道直播室 或者留言區裡面 都會不斷有些不正確的留言 或者一些連結等等 例如一些程式網站的連結 和冒充一些我們都很熟悉的網友的頭像 和一個名稱 不斷地出現之下 就對大家造成很多負面的影響 而且呢 裡面有很多挑撥的言辭 假扮當事人 很幸運的 有些當事人是我熟悉的朋友 大家有見過面 聊過天 我對你們的為人 我是非常之清楚 和的時候也非常之信任 由於搜證是需要時間的 所以在這兩天 我才獲得相關的證據 感謝好朋友 和一些網友 提供的資料 和解決方法 為了保護個人的私隱 在這裏不便透露 提供資料的人士 和他們的資訊 是甚麼 我曾經想過 為何會發生這些事 到底是否私人恩怨 或者是有以為之 但我都要覺得 無論是否私人恩怨 都好 我不可以無視這件事 但如果是公眾利益 我就必須要面對 和嚴肅去處理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 就是這個 並不是私人恩怨的問題 而是牽涉到 我們國家安全 甚至是公眾利益的問題 因為這些是涉及一些 所謂的親美團體 可能大家知道 台灣講的1450 或者是自稱黃人的團體 延續了2019年的事件 期望在這個關鍵時刻 再次擾亂我們國家的平靜 這正正是涉及了 我們國家安全的範疇 令到我們透過這些人 會形成一種分化 和繼續製造出一些撕裂 讓我們在面對危難的時候 不能再次團結 和守護我們的國家和香港 因為我看到這些 一模一樣的名字和頭像的時候 我真的有細思極恐的感覺 我不知道哪個人會這樣做 但我只是推斷和分析 如果這些人這樣做 其實他們的目的非常明顯 大家知道 如果你要創造出同樣的頭像 和名字的時候 可能要花很多精力都不行 我又想問問大家 有哪個人會願意花這麼多時間 在做這些頭像 和不斷地去註冊 冒充其他人的帳號呢 這些帳號的名字都是一樣的 令到我非常奇怪 而且他們還會在直播室和留言區裡 挑動大家的情緒 大家看到 一開始打招呼大家很正常 但一涉及某些人事的時候 有一些延遲就出來了 而且延遲是非常奇怪的 我最近非常留意留言區裡的一些說話 過去我都是採取一種比較寬鬆的態度 去處理這個問題 現在不同了 因為這件事越演越烈 有些是組織性的感覺 而且更重要是影響我們正常人團體 或者有些朋友 自稱是藍型的黏著性 令到觀看節目的觀眾 不勝其妖 而逐漸遠離我們正常人頻道的節目 這些手法 一定是有組織的人才可以做出來的 我其實秉持著一個感恩和包容的心 是其是非其非的態度 去尋求知識和智慧的真理 我背中人 我真是不屑做這些事 所以我在節目裡 將會非常嚴格去處理這個問題 只見到的話 我就會進行一些動作 如果有朋友 我是不小心刪除了你 原來你是一個正常人的話 請你試信我 而且也是透過頻道留言給我的 感謝大家的支持 而且請大家 將這條片廣傳給我背中人 所有的朋友 避免落入對方的圈套裡 導致破壞者得其所災 在此 多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的時間到此為止 拜拜